2023年度红毯盘点来了 谁最惊艳 谁最平淡 谁又放了车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八五花的表现 赵丽颖今年虽然出席红毯不多 但一品明显上升了一个档次 先是八杀之夜的新点银白薄杀长裙 宛如星光女神闪闪发光 那场的黑色深厉厉裙 也展现出了高贵典雅的气质 荣耀红毯上的黑色抹胸裙 优雅大气气场十足 白玉兰红毯上的金色礼服 也将女人为展现到了极致 流逝逝的红毯风格 向来端庄高贵 卫薄之夜的灰色纱裙 灵动飘逸而不失典雅 L红毯一袭金色露背脱尾里裙 大气自如梦回当年精英女神 嘎那红毯的黑曜式抹胸纱裙 优雅的仪态加上甜淡的气场 也是令人惊艳不已 尖叫之夜的孔雀蓝脱尾长裙 也将女王的气场展露无遗 神仙姐姐在红毯上依旧是仙气飘飘 年初的卫薄之夜 一袭蓝色羽毛花半裙 优雅端庄而又灵动大气 仿佛高贵孔雀公主 实在是美爆了 澳门国际电影电视节红毯 一身粉色鞋尖礼服 搭配淡雅清新的妆容 珠宝的闪耀 与服饰的典雅完美融合 宛如童话中走出的公主 宝格丽活动的一袭花朵长裙 更是掀起飘飘人间角色 向爱以赴白貌美大长腿著称的唐烟 相比其他八五花 明显资源逊色了不少 在卫薄之夜 一套金色的景深裙 看上去显得十分廉价 在八砂红毯上的粉色花朵蓬蓬蓬裙 也显得其又高又壮 反而是内场的高开紫色亮片裙 显得性感又极具欲解范 而他在星光大赏上的金色花朵礼裙 虽然十分惊艳 但却被人扒出是被热巴淘汰了的 还好他最近凭借繁华大火 今年的资源应该会有所上升 杨幂去年的红毯发挥相对稳定 花瓷礼服 镂空的设计转向了其凹凸有致的身材 GQ红毯的黑白拼接藏叠纱裙 也是妆容出彩状态满分 尖叫之夜的白色学芳羽毛礼服 以珍珠配饰点缀 轻松拿捏优雅又轻盈的大气氛 Volk红毯的绿色吊带长裙 深V露背的设计 也是极尽性感之能事 而妮妮向来也是以气质著称 蓝蔻活动上的一席玫瑰银河裙 如同玫瑰中的明珠 闪耀着独特的光彩 GQ红毯的红色无袖连衣裙 也显得十分艳丽妩媚 尚永洁的一席亮片粉裙 余伟加上深V的设计 净显恶诺深姿 星光大赏 跟深V黑色旅裙 搭配烈焰红唇 也是一解八十足 另一位人间富贵花景田 发挥也比较稳定 GQ红毯上的挂波银色路肩长裙 妆容精致 红唇鲜艳 整体造型优雅得体 高贵典雅 星光大赏 红毯白色抹胸腾腾群 犹如春天的精灵 轻盈而优雅 最近的微薄之夜 一席华美的夜地长裙 群摆如花朵般绽放 也显得十分专装典雅 当然了红毯上的主力精 依旧是90后的小花们 说起90后的红毯之心 当然少不了 热巴和纳扎 这两位新疆美女 纳扎虽然颜值和身材俱佳 但前几年的资源 稍显劣势 今年换了团队之后 造型明显提升了不少 Fork红毯的白色羽毛透视装 在柔和的灯光下 如同明珠般璀璨夺目 L红毯的白色婚纱礼服 配上绝美的脸蛋和身材 宛如一件金雕戏着 对艺术品 作户盛典的红色抹胸裙 配上鲜艳明亮的钻石项链 显得性感妩媚 分情万种 而被誉为新一代红毯女王的热巴 去年的资源明显下降 八杀之夜的水蓝色鱼尾裙 肉色打底 领口皱巴巴的 胸前的钻石还掉了一个 过短的鱼尾短 也拉低了腰臀比的优势 Fork红毯的金色鱼尾长裙 虽然也是金光闪闪 但与那扎相比 也只能算是重归重举 不过热巴还是有两套造型 比较出彩的 卫薄之夜的粉色吊带长裙 搭配精致的妆容和轻轻的发型 层层叠叠的粉红色纱裙 给人一种飘逸四鲜的感觉 星光大赏的白色星光礼服 加上头上洁白高雅的钻石霸冠 环如城堡里的迷路公主 优雅而高贵 妩媚而迷人 杨子作为90后演技派代表 自从换了团队之后 红毯造型也有了质的提升 GQ红毯一袭大红色长裙 在灯光的映衬下宛若一朵 夜色玫瑰绽放 时尚文化大赏 一身羽毛坠式吊带流苏裙 披肩的长发被威风吹起 整个人显得仙气十足 当然杨子今年翻车的造型也不少 发沙之夜的橙色花朵裙 厚重的妆容加上过于刺眼的颜色 让她本就不突出的肤色显得更黑 魏薄之夜红毯上的紫色造型也显得十分老气 远不如卖场的黄色抹胸礼服 青春靓丽 而白露作为去年的暴剧女王 虽然人气有所上升 但时尚资源到底是差了点 上影节的白色吊带连衣裙 虽然显得十分俏皮可爱 但却没有丝毫出彩的地方 魏薄之夜同样的白色公主裙 搭配清爽的盘发 也是平淡至极 而这一些绿色身立长裙 虽然上升看着不错 但下升却像是提着一个麻袋在走路 不过尖叫之夜的复古碎钻流金裙 还是比较出彩 金色光芒如星星闪耀 青纱脱尾阴阴层层梦幻 也让她看上去高贵了不少 而赵路斯虽然影视资源不错 但时尚资源也稍显逊色 魏薄之夜的白色斑点长裙 虽然上半身看上去还算优雅 但下半身繁复的裙摆 却显得十分累赘 她也因此被网友笑称为斑点狗 而星光大赏红毯的森林芬长裙 虽然看上去款式还不错 但穿上去显得十分老气 同为四大仆女之一 对于舒心也是用力过猛 魏薄之夜的胜利拼借礼服 看上去十分廉价 妆容也显得十分老气 让她本就不小的脸蛋 看上去又大了一圈 GQ红毯上的白色花朵裙 虽然设计感还不错 但是裙摆的剪裁却不怎么精致 让本来的纯洁感大打折扣 不过好在尖叫之夜的金色礼服 还是比较出彩 恰到好处的妆容 以及自然垂落的卷发 还是显得十分清新甜美 而另一位95后小花甜西威 虽然资源比不上前几位 但却靠着出众的身材 在红毯上大放一彩 爱奇艺枝叶 一套蓝色蓬蓬公主裙 搭配上盘发和王冠 宛如一只高贵的孔雀公主 内场的绿色吊带礼服 搭配了大胆的蕾丝和香钻装饰 展现出了她独特的时尚品味 头上的金冠发饰也别具特色 让她看上去就如同灵间的精灵 全身上下都透露着灵动的气息 吃